小伙子 不是 你干什么呢 你手这么脏 你乱我衣服干什么呀 小伙子 你醒醒好吧 我都几天没吃饭了 你能不能给我的钱 让我买的东西吃呀 不是 我说老伙子 你在这干嘛呢 骗人呐 小伙子 你看 我这么大年龄了 像是个骗子嘛 你醒醒好吧 给我的钱 让我买的吃的吧 给你钱 我跟你什么关系呀 我认识你吗 我的钱是大方挂来的呀 给你钱 小伙子 你醒醒好吧 行了吧 你这种人 我见的多了 我告诉你啊 别拦着我 要不然我动手 你信不信 小伙子 你过 你醒醒我吧 小伙子 哈哈哈 哈哈哈 现在的人 这么多这样呀 一点人情味都没有 哈哈哈 哈哈哈 我已经接到了 在公司里啊 给领导请了几点奖 在家里啊 好好陪陪妈 平时在城里一直工作 也没什么回来看看妈 都是我媳妇在家里照顾的 不过电话里说 她会把我妈照顾的好好的 回去看看吧 这个怎么办呀 这个怎么办呀 你们要多少钱 我的媳妇是不让我吃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小伙子 你别走 你休息我好好 哈哈哈哈 妈 小伙子啊 你可回来了 你这是干什么 怎么在这里祈祷呢 儿子 你是不知道 燕子 不让我吃饭 让我出来祈祷 什么 这怎么可能啊 我每次给燕子打电话 他不是都说 把你照顾的好好的吗 儿子 你是不知道 燕子 他是怎么对我的 的 燕子 怎么了 燕子 你看 妈的腰疼她厉害 你能不能给我拿点钱 让我去买点腰呀 给你钱买腰 我没钱 忍着吧你 燕子 你说什么呢 我儿子在外边挣的钱呢 你儿子挣的钱 那让我花呢 让你花吗 你都那么大年纪了 要是实在病的不行 你就死了算了 谁能给我添麻烦 燕子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我儿子走的时候 说让你好好照顾我 你不能这样对我呀 我就这样对你怎么了 有本事你跟你儿子说呀 你看你儿子信不信你说的 燕子 我要钱 一会儿乱花 我就是想买点药呀 买什么药呀 啊 你怎么这么多事啊 这家里有那么多钱吗 还给你买点药 你什么呢 你想要花钱啊 你自己上去 燕子 你看 我年龄大了 你身的病 我去哪儿挣钱呀 我求求你 给我点钱 让我买点药吧 求我也没用 我说你啊 只长年纪不长脑子 啊 你年纪大了就不能挣钱了 你等着 我给你想个办法 看到没有 拿着碗 去要饭 你不是整天最爱表现的 可怜兮兮的样子吗 刚好 拿出你这个特点 出去要钱 燕子 周儿子不在家 你知道对我 就不怕 别人笑话你吗 谁 谁笑话谁笑话 我才管不了那么多呢 我告诉你 你最好给我多要点钱 要不然 有你好伙的是 燕子 你能不能 别让我出去要钱啊 你看 外边的羊绵这么多 妈受不了啊 你一个老太婆 你受不了 那别人在这种情况下 还干活了呢 人家怎么受得了啊 你怎么那么多事啊 我告诉你 你要我要钱 要不你给我死外边 燕子 你干净 你不仅今天要 你天天都在给我用 快点 走啊 你老太婆 我还受不了你啊 你说什么 这燕子平时在我面前的时候 他也不是这个样子 我真不敢相信 儿子 你要是不信的话 咱们两个一起回家 你在门口等着 听听就知道了 好 妈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走 跟我回家 儿子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就回来 要多少钱啊 要的钱啊 要的钱啊 燕子 没人 我要不到钱啊 要不到钱啊 我看你就是懒 钱你都要不到 你都干什么呀 燕子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别打我 我真的要不到钱 不打你 我今天不打你 你是不长记性 我是怎么说的 让你要不到钱不回来 这才几点 你给我回来了 这未必的摇棉太多了 妈实在受不了了 你都活那么大 岁数 你怎么那么加哥 你就是找死 我只要你打死你 燕子 你别打死我 住手 干什么呢 这是我妈 她这么大年纪了 你怎么还没有打她呢 香子 你怎么回来了 我跟妈闹着玩呢 她天上一吐 我再打死她 是不你根本闹着玩的吗 李燕子 你口口声声跟我说 在家里会好好照顾我妈 你就是这样照顾她 你好狠你的心啊 你什么呀 本来今天是母亲节 我想着 回来好好陪陪妈 结果我在路边 看到妈在祈祷 你知道那时候 我心里什么滋味吗 如果是你妈 你会怎么想 燕子 自从咱们两个结归一来 我妈哪一点对不起你了 为了让你有面子 我妈都名其作 错了二十万的彩礼 而且 后来你生孩子 坐月子 都是我妈 窗前窗尾的照顾你 给你端茶倒水 平时 也从来没有让你干过一点家务货 给你洗衣服做饭的 哪里也不满足你的意了 李燕子 现在我妈就是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了 你就能把她给你赶公司吧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不这样对她了 还不行吗 现在知道错了 晚了 像你这种恶毒的女人 不配在我们家 你现在过滚 长子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给我滚 还想让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都这样对我妈 我告诉你 咱们两个明天就离婚 长子 滚 长子 我别离婚 儿子 妈 你把眼睛赶走了 用你怎么办呀 都是妈不好 妈多累你了 儿子对不起 你别这么说 是儿子不孝 给你娶了一个这样的媳妇回家 让她在家里天天欺负你 虐待你 妈 媳妇没有可以再找 妈只有一个 你放心 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儿子 妈 妈 妈 谢谢观看